我親劉軍在這邊要鄭重的警告 台灣高股息的這種投資亂象不能再被助長了 我在此呼籲市場上的所有財經媒體投資達人KOL們 適可而止吧 不要再為了人氣和流量一直宣傳和介紹這種韭菜商品了 我們看看台灣高股息ETF的資產規模就知道了 從2019年到現在成指數爆炸性成長 今年到現在有7000多億的台幣投資在高股息ETF上面 明年很可能會破照 各位不覺得這種現象太誇張了嗎 這樣其實會產生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你可以想像當一種投資策略被大量資金流入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事情 很容易就推高策略的估值 導致策略本身變貴 一堆資金在極度類似的投資策略當中 投資人就會很容易為了這個策略付出過高的價格 這樣將來面臨的 注定是較低的投資報酬 嚴重一點呢 甚至會均值回歸 把賺的錢通通賠光 我絕對不是在微言聳聽 這正是台灣目前投資高股息最大的致命缺點 早在2015年左右 美國股市就曾出現類似的現象 大量資金湧入高股息策略 導致高股息變得不具價值性 策略的估值不斷衝高 當時有法人機構發出警告 提醒投資人要很小心高股息股票 結果呢沒有人聽 在之後的幾年高股息確實出現了均值回歸 相對估值回落的情況 慘啊 背後原因在我早期的影片有提到過 高股息是一種對價值和低波動因子的間接投資策略 高股息策略實際上是價值因子的噪音代理 高股息產生的超額報酬和價值因子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但是高股息是間接投資 並不是直接投資在這些因子上面 當大量資金流入高股息策略時 就會導致高股息不具價值性 喪失他價值的那一面 策略的估值不斷衝高 將來的預期報酬就變得十分低落 在2013年有一篇發表在國際頂尖期刊 JFE的研究 篇名是股息月一籌 實證結果表明這種對高股息的大量需求 會進一步扭曲這些股票的價格 這時候應該要很小心才對啊 我們可以想想連資金容納量這麼高的美國股市都需要擔心這個問題了 何況是台股呢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Farmer & Finch 在2007年的研究告訴我們 只要當投資人不管風險和預期報酬 對某種資產有特殊偏好 又有大量資金投資在這種資產的時候 就像是現在台灣的高股息 這時候人們的投資偏好就會對這種資產的價格造成嚴重的影響 這邊我們就以大叔最愛的0056為例 這是現在0050和0056整個投資組合的本益比 和股東權益報酬率 本益比我們可以理解成股票貴不貴 股東權益報酬率我們可以理解成公司的品質和獲利好不好 你會發現相比0050,0056現在根本就是一籃子 價格很昂貴,品質很差的垃圾股票 在我2020年拍這部影片的時候 還沒有出現這種現象 之前的高股息ETF 頂多就是一群價格比較便宜 品質也相對較差的股票 但是經過今年AI概念股的飆漲 和近幾年大量資金流入之後 高股息ETF竟然變得更加垃圾了 不只品質比較差 而且價格還非常昂貴 根據傳奇投資人葛拉漢 在智慧型股票投資人這本書的建議 聰明的投資是買入具有安全邊際的股票 現在台灣高股息ETF的投資人正式反其道而行 聰明的投資人應該要專注在價格便宜 被錯誤定價基本面良好的股票 而不是買入和持有一大堆價格昂貴 相對低品質股票的高股息ETF 很不幸的現在台灣的高股息ETF投資人 並沒有遵循葛拉漢的建議 甚至還反著跟他對著幹 如果現在還存著這些高股息的ETF 將來很可能會有一個驚喜等著你 這樣到底會有怎樣的驚喜呢 別急 時間會告訴我們的 格拉漢的投資建議 在未來的幾年 是否還會像過去100年那樣正確呢 如果還是對的話 那麼現在投資這些高股息ETF投資人 就準備 血流成河 但是但是清流軍 我真的很需要高股息帶來的那種安心感 那種落袋為安的感覺 沒有他 我真的不行 好吧 男人不能說不行 我清流軍認為台股目前就唯一一檔 高股息ETF 相對比較好 可以投資 這檔就是 我先說如果你真的有高股息的需求 買這一檔 就夠了 我個人覺得他是高股息裡面 相對最OK的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 且聽我娓娓道來 這檔ETF的選股 只是台股上市公司 市值前250大 在經過流動性篩選之後 第一關就是利用股息率進行篩選 選出排名前60% 而且股利率低於30%的個股 這個一開始的篩選條件 我個人不太認同以外 但是也沒有辦法 因為這檔ETF 他追蹤的指數的訴求就是這樣 以保本存息的投資理念來設計指數 但我個人覺得 這一開始的篩選條件 相對好很多 比較寬鬆 因為你可以想嘛 前250大公司的 前60% 大概就是150檔股票 這跟其他高股息ETF的篩選條件來比的話 好很多了 再來股息率篩完之後 再用四個條件 營運穩定度 股東權益 報酬率 價格動能和股力發放品質 再篩一次 把一些可能是地雷的公司篩掉 之後就是比較重要的 打分數的地方來了 00713是利用五大指標 獲利能力 全益報酬率 股利率 營運現金流量和波動度來進行打分數 他的獲利能力其實講的就是本益比 我們可以當作價值因子的篩選指標 權益報酬率 我們可以當作獲利因子的篩選指標 股利率我們可以當作 半個價值因子和 低波動因子 營運現金流量 也是價值因子的篩選指標 波動度 就是低波動因子的篩選指標 所以這個打分數的機制 我們可以看成 2.5個價值因子 加上一個 獲利因子 再加上 1.5個 低波動因子 之後再把這五個指標打出來的 綜合分數 算一個算數 平均數 選出綜合打分最高的前50檔當作成分股 那最後成分股是怎麼加權的呢 是利用低波動策略 最小變異數模型來進行因子加權 這個最小變異數模型在美股和台股經過實證上是有效的 加權的部分真的比其他高股息ETF好得太多了 其他都是用什麼 股息率 來做一個因子加權 像是什麼0056 00878 00919 00929都是用股息率來做加權 什麼鬼東西呀 這樣看起來00713的加權方式 和其他方法論上的細節 真的比其他熱門高股息ETF好上不少 但是00713這檔的問題也很明顯 就是每年的總內扣費用太貴了 很多年都是高達1%左右 投資組合每年再平衡兩次 6月跟12月 應該是策略本身就會產生 較高的軸轉率和交易成本 所以跟0050跟006208相比 內扣費用上會比較貴 但跟0056相比 我覺得 其實還好 因為0056每年的內扣費用就在 0.7到0.8%左右 所以真的有高股息的需求的話 那麼就買00713這檔就夠了 再來我們來PK一下 00713跟0056的績效比較 以過去五年來說 00713的績效完全輾壓0056 不只報酬更高 而且風險還更低 風險調整後的報酬 Sharp Ratio高達了 1.23 確實 高得有點嚇人了 從三年滾動報酬率來看 00713從成立至今 總共有39個三年滾動期間 其中有31個期間 00713是贏過0056的 勝率高達了 80% 反正你身邊有什麼朋友或是家人 真的想要投資高股息的話 然後你也懶得說了 那麼就叫他投資這檔 00713就夠了 相比其他高股息ETF來說我覺得會比較穩 因為其他基本上都蠻垃圾的 而且00713背後的策略跟有一本書提倡的保守公式 有一些相似之處 這是一本在2016年出版的書 封面有一隻小烏龜還蠻可愛的 書名是高報酬來自低風險 很詳細的解說了低風險投資的策略 和他可以怎麼跟其他因子來進行一個搭配 保守公式主張低波動加上股價動能加上NPY 也就是公司的股息發放加上股票回購減去股票發行 NPY在美股經過實證是有效的選股因子 但是單純的股息率卻不是 保守公式這個策略非常簡單 就三個指標打天下 完全用不到其他的數據跟資料 在績效方面保守公式也經過實證的回測 無論是在美國股市國際股市新興市場 都帶來了非常強勁的超額報酬 有興趣的觀眾我再把相關研究的連結放到影片下方 時間關係想知道詳細細節的朋友 可以自行閱讀 看到這邊各位可能心裡會有一個疑惑 就是00713他會不會像是有0056 00878 00919 00929 這種資金擁擠的問題 有這個可能性 但是目前看起來沒有這麼嚴重就是了 我們要知道的是任何策略都很怕大量資金流入 就連一些具有實證效率的因子都很怕了 根據2016年發表的這篇論文 學術研究是否毀掉股票報酬的可預測性 研究發現因子在公開發表之後 平均報酬下降了32% 除非有套利限制可以讓錯誤定價持續維持下去 或是策略背後承擔一定的高風險 但是我們想想看高股息有嗎 並沒有 這種沒有報酬解釋能力的因子 一旦大量資金湧入絕對是死的最慘的 所以我個人覺得最穩的投資方式 還是投資純的市值型ETF就好 像是0050、006、208搭配0051 那些什麼2.0、3.0的市值型ETF 都是噱頭要很小心 台股目前我覺得最危險的ETF 就是剛剛提到那四檔 0056、00878、00929跟00919 他們通通不只用股息率來當作篩選指標 而且還拿來當作成分股的加權因子 你看看光這四檔ETF的資金規模就知道了 好幾千億的台幣 大量資金同時追逐相同的投資策略 資金擁擠的情況最為嚴重 其中的00929最誇張 根本就是垃圾中的霸主 那是什麼 還是垃圾 這檔你將來繼續存下去 賠錢的機率最大 因為他完全就是看後照鏡開車的指數 及各種噱頭於一身 是投信為了過度銀河投資人 搞出來的產品 看台股過去哪個產業表現最好 就拿來當作選股池 在電子科技產業中 選出高股息的股票 他奶奶的根本就是找死 策略背後的邏輯非常矛盾 你可以想像有一間高科技的公司 錢都不拿來投資到本身的業務上 不拿來蓋廠房 搞新的製程 而是把大部分的錢通通配給股東 這樣勢必會犧牲公司將來的成長性 只爽到現在 當高科技的公司的盈餘不會成長 以後甚至連配息都可能會配不出來 再來就是最可惡的月月配 本來是6到9月除全希望季 就該配給你的配息 結果他奶奶的投信扣住先不發給你 故意弄成月月配 等到10、11、12月在延後發給你 這樣搞根本就是浪費負利效果 月月配會造成一定的 現金拖累 這樣長期資產累積勢必會受到影響 記得 業配00929的網紅會跟你說 月月配就像每月收房租一樣 但是他絕對不會跟你說 你原本就可以在6到9月就可以收到了租金 結果房客拖欠到10到12月才給你 然後你還很開心 影片最後我想說的是 雖然我有時候很喜歡血流成和到處嘴炮 但還是要認真說一下 長期存高股息ETF 的確會有一些心理上的優勢 這我不可否認 這遠比把股市當賭場 整天投機短進短出的好很多 如果你能接受長期存高股息ETF 背後長期投資的概念 我覺得不妨可以把投資理念延伸到指數化投資 和資產配置當中 這樣整體長期投資的效率會更大幅的提升 好嗎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 我們下部影片見